哈喽大家好 我是基本上快拖成月根的UP主摄影师洪峰 之前有很多小伙伴问我 拍摄人像用什么定焦镜头最好 我心想这不是很简单吗 用好自己那颗头不是比任何镜头都更重要吗 但是心里想说这话不是等于没说吗 好于是这期视频我会用最简洁的办法 给大家带来三只常用的人像镜头 35 50还有85的人像实拍对比 尽可能给大家展示这三只镜头的一个区别 以及这三只镜头拍出来的一个效果对比 好话不多说 那我们下面就进入拍摄现场 这次我还是继续邀请到了 三个摄影师拍一个模特PK模特Lini同学 然后场景选在了长沙老程序的一个古街道 对比的方式是我会用 试码的35 1.4ART镜头 然后索尼的55 1.8S镜头 还有索尼的F1 85 1.8 这三只镜头 轮流拍摄一组人像照片 好第一个镜头对比测试 就是我和Lini站在同一个位置上面 然后Lini站着不动 只是稍微的进行一下手部的摆姿 这样我们就能看见这三只镜头拍摄的所有的区别对比 像焦距透视还有景深 首先我们从最广的35毫米的定焦镜头开始 然后焦距慢慢的往上提升 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三只镜头的照片对比效果 如果大家喜欢哪个镜头拍摄的效果的话 请麻烦大家把对应的镜头打在公屏上 好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然后35毫米是最广的 比较近的距离可以拍摄出全身和部分环境的照片 然后第二个就是50毫米 视角相对于人眼看上去的视角 画面看上去的话就比较的自然中庸 没有张力 然后第三个就是85毫米 比较近距离基本上只能拍摄半身人像了 它的虚化是最强的 然后压缩感也是很强 好我们现在进行第二项实拍 对比测试 我们用三只镜头去实拍一组人像 看看在拍摄的过程中 这三只镜头的实际表现会怎么样 好第一个35毫米 首先我用到的是 试马的F1 35 1.4 Art镜头 这只镜头性价比可是非常高 然后成像的素质也是非常好 就是有点小众 毕竟试马家经常出健身头嘛 35毫米是我个人的使用体验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棒的人文扫街镜头 带点小广角 拍摄环境人像最佳的镜头 透视看上去相对舒服 然后是35毫米是一颗很难用好的头 因为它拍摄到的环境元素比较多 让画面看上去比较杂乱 对于构图的话 还有审美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我们就喜欢找一些稀奇古怪的角度 然后它是非常适合日常的 宴席构图拍摄 它会让你思考如何拍出比较干净的画面 然后第二个就是50毫米 我这次使用到的是索尼的F1 55 1.8的人像菜丝镜头 它是一颗口碑相对较好的标准定胶镜头 小小的机身和画质 基本上能对对住它的价钱 然后50毫米的定胶 也是我比较推荐人像初学者选购的镜头 因为毕竟各家都有性价比比较高的 51.8小弹域产品对吧 价格是很便宜的 然后50毫米它的镜头 即便扭曲肉眼很难分辨出来 它可尝可短比较灵活 嗯? 嗯? 拍摄个头基本上全靠腿走 适合拍摄一定距离的竖拍全身 然后还有半身特写 头不特写等等 同时50毫米的虚化效果相对于35也是更强一点 比较容易突出主体一点 然后它的一个缺点也比较明显 首先是画面的冲击力不够 然后拓视平庸 很难拍出比较有冲击感的画面 不过平平淡淡的画面更加容易贴近生活一点 是一个很合适用照片来讲故事的焦段 然后第三个就是85毫米 它的主要用途就是人像头 然后这次我使用到的是索尼的F1 85 1.8人像镜头 它的背景虚化和压缩感是这三只镜头当中最强的 然后也是最能突出人物主题的 然后优点就是 面部基本上没有畸变 但是长焦压缩的特征 会让人脸看上去相对比较大和平 85毫米需要一定的距离才能耍得开 当你背景很杂的时候 85毫米空间压缩感 基本上可以把很强的背景画面给虚化规避掉 同时也能营造出比较舒服的胶外 然后85毫米的缺点就是构图比较局限 拍出来的照片相对会比较单调 我很早之前大概14年那会儿 用过一段时间的85 1.2戴眼睛 当时觉得是很惊艳 但是拍了一段时间之后 发现比较的无趣 有点无脑虚化的感觉 好说了这么多 下面我简单总结一下这三个镜头的一些特点 第一个35毫米标准的环境人像镜头 有一定的畸变会给你带来丰富的视角 但是是比较挑场景和考验你的构图 然后第二个就是50毫米标准人像镜头 适合小白无脑入手 很容易上手 缺点就是视角平庸 如白开水比较平淡无奇 但是你没有了它的话 你会发现有点离不开 然后85毫米 如果你是拍摄肖像为主的话 建议你考虑85 缺点就是容易无脑虚化 比较单调 同时85毫米也是比较 考验小姐姐的颜值和表现量 最后补充一句 这三个镜头只是换了一种视角去看世界 你选择任何一颗镜头 只是换了一个角度 去呈现它 画面好不好看 有没有故事感 跟镜头没有太大的关系 而是跟你镜头后面那颗头 还是有真正的关系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希望我的分享能给大家的镜头选购 起到一定的帮助 如果大家喜欢这种镜头 使用分享的视频的话 麻烦大家刻意好不好 我会陆续给大家带来不同镜头的 实际使用的一个分享 喜欢的朋友 请记得关注和意见三连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